大家好 歡迎回來炮谷片 還想怎樣 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軒仔 我是蘇蘇 我是鹿仔 今集就是為了介紹金仔之角 我們會說一下入坑的原因 喜歡的角色 喜歡的遊戲 以及一些深刻的位置 第二季會說為什麼第二季被插得那麼厲害 以及整套東西是不是這麼難看 PART1趕入坑的嘛 蘇蘇先說吧 我記得那一陣子都是由於遊戲推出的 由於遊戲推出就看了這些 又是限時的電影 就是這樣過關 因為我之前也很喜歡看日本風格的電影 因為之前《大屠殺》也有看過 我覺得這些很吸引 所以我就會看 這部是劇 差不多啦 日本嘛 多美女嘛 別問啦 這個是比較悶的答案 實在是多美女 就是你負責我們 對呀 負責你們 我要說一個正面一點的來說 其實看這一套 不知道啦 因為太多人說這套好看 因為第一季 因為第一季的內心比較大 鬼叫 他好像跟魷魚差不多一齊出 然後很多人都說了 那我就順便看了 看到一看 看了都是會追下去看的 然後看到他出了第二季就看了 你也看到第一季 大概是這樣 入坑的原因很簡單 很膚淺 我也是很膚淺 跟蘇蘇一樣 我自己本身有看漫畫 加上又是喜歡看日劇 再加上有這個山奇賢人做主角 基本上都九衝了去看 因為他其實都原來不看不像 他原來很多漫畫改編 他都是有份做主角 所以他也有一個名字 叫什麼萬改小王子 他好像說他的樣子很適合做漫畫的男主角 因為他的樣子夠中意 但他其實是挺 你覺得做漫畫的角色 你不會覺得他太過重作 有違和感 但其實是挺正的 雖然是這樣抱著這些心態去入坑看 但其實我自己也是有個 打了一個底子 打算漫畫一改 也是很難看的 誰知道看完我自己也覺得挺好看的 而且我自己就這樣看 因為我有看漫畫 他裡面的角色 我覺得改得算是挺好的 他也算是多主角 其實不算男女之外 另外還有水雞 舉屋 然後還有栗角 無論我自己覺得他的樣子 還是造型設計 都算是還原得挺好的 我為了Disk 蘇蘇提高自己 那時候我因為女主角是短頭髮 那麼漂亮 所以我追下去 女主角是你的原動力 對 山系 水雞不是比較漂亮嗎 水雞長期穿這個 因為他什麼 你喜歡看上去銅顏的 所以大家的類型是不同的 我不懂 竟然是這樣 阿安也漂亮 也是短頭髮 阿安也漂亮 就好像水雞排第一類 你喜歡的角色是水雞 對 不是 為什麼 你不是喜歡狗頭龍嗎 對 你喜歡狗頭龍 我沒有喜歡狗頭龍 狗頭龍很快就死了 你不要玩的 第一季很快就走 他沒有什麼出場的位置 我覺得狗頭龍沒有出場的位置 狗頭龍是沒有出場的位置 其實只是一下而已 他沒有玩遊戲 他沒有什麼玩的 綠田也有玩 綠田也經常在玩 你比較喜歡綠田 我不喜歡綠田 你不是說劇情嗎 你為什麼突然說角色 問我喜不喜歡 不是啊 不是說角色 我很順利的 是角色 誰知道你又幫我 反過來的劇情 都說跟SouKING4沒用 他會突然說 為什麼不是這裡 怎樣 即是水雞還是什麼 水雞 我喜歡有妻 有妻 果然是選擇男主角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其實他自己覺得沒有賣隊 但最後一集 他跟朋友玩遊戲 玩紅心 然後他好像不想死 然後他又不想朋友死 到最後他弄到朋友死了 自己不情願 雖然他的朋友也有陰暗面 但他有一個位置 他有自我犧牲 我記得他有朋友 所以這些位置 我覺得他 加上他經常被女兒圍著我 我覺得很羨慕他 所以我覺得他 我比較喜歡男主角 因為加上他 不知道為什麼有一次我們 也不是說 所有東西都很強 很多東西都是摸索出來的 很多遊戲裡面那邊 對於感覺上他不會太離地 比較摺地 所以感覺上有親和感 親和力 所以我覺得男主角蠻好看 你在男主角身上看到有一點背影 有能力的 但問題是沒有人看到 而且你很羨慕 他完全沒有什麼能力 但是男主角是近路族 你覺得親吻貼地 是不是因為你都自己是 哈哈哈哈 他近路族的嗎 我真的不知道 你沒有看他的背景 什麼啊 他由第一季到第二季 都一直在說 因為其實他就是 因為他後期第二季 我不太記得 第二季我記得他 他已經沒有再拿這件事來說 有 他不善生產 對 不善生產 第二季頭半部分 就是有說 這個可能硬一點點 這個主角的主角 就是他插得這麼厲害 就是他第二季上半部分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說 他在回憶自己的事 他不是有頹廢 那一陣子 他不是又是拿回他這個近路族來說 不過這個 就是part 2再說 但是我猜不到你竟然選有妻 有女兒不選 你選誰 我就是這個原因 真的很簡單 我當然選阿安 其實阿安和水雞都很棒 他們那種亦正亦邪的感覺 而且始終我也是覺得 這些類型是比較棒的 不要計算水雞長期穿着比堅尼 就算他私底下 幕後不是在劇中 他不穿比堅尼 反而他穿的時裝和長頭髮 反而是更漂亮的 但是這個就叫做台外畫 但是裡面 我純粹是覺得水雞和阿安的角色 是 他不是像土屋太鳳一樣 但是他們永遠在關鍵時候 就會有些他們自己本身 在現世的一些技能發揮 我覺得這些位置是比較長鏡 好像水雞第一季打的光頭佬 他不是用他的頭拳 他不是用他的頭拳 對 那邊也是看得… 我自己覺得水雞的打鬥戲 是每場都蠻好看的 所以我特別喜歡這兩個角色 我自己私心一點 其實阿安和土屋 我也是女主角的選擇 都很難選擇 但我決定還是選擇女主角 因為短頭髮太漂亮 本命 我真的喜歡這個角色 但如果真心因為套裝的角色 我就喜歡阿巨屋多一點 就是白頭佬 對 因為白頭佬 但本來白頭佬 第一季他很喜歡 而且很屁鞋 但在第二季 已經取下去了 第二季他已經是… 在我眼中他是主角 因為他真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編劇製作人的那些偏心 他的遊戲是… 在我角度來說 我覺得他是… 令到他發揮得很好 而且是令到我喜歡了… 這遊戲其實… 有點意思的 這樣玩也挺好玩 如果有真人玩這樣的遊戲 如果沒有那些懲罰 沒有死的懲罰 其實也挺好玩的 就是這樣 所以… 私心的一定是喜歡土屋 如果真的看這部電影中的角色 喜歡那個角色 就是舉屋 但其實他舉屋 即是剛才說他頭一季 好像有些屁鞋 其實他這個都被人插得最厲害 因為其實如果你會看漫畫 你就會看到他在漫畫裡面 其實都… 作者都挺私心 他是挺帥的角色 即是他搶鏡過男主角 而且他在漫畫裡面的… 比例呢 以及整個人切 是稍微… 是不俗一點的 是的 如果剛才我說他大部分角色都改得好 唯一改得最不好就是舉屋 因為舉屋是真的變成屁鞋 但第一季才是屁鞋 第二季沒有這麼重的屁鞋感 應該是雪鞋感 對 所以他的角色是… 如果你說第一季的角色 我覺得MVP應該是有妻 但第二季我覺得就是舉屋 即不是他 我想你後面都… 很多遊戲的手勢 應該過不了 是啊 他其實擔正大棋打了兩隻大遊戲 會打破機 那說起遊戲 不如我們又說一下 即是會不會哪隻遊戲是… 即是剛才鹿仔都說 有些遊戲是正的 但如果懲罰不是死的 那如果真的有些… 我們可以這樣玩 不用死的 你們又會覺得哪隻遊戲是正的 我自己覺得是… 你想跟第二季說還是不跟季說 如果第一季… 可以說完的 第一季我會喜歡… 那個叫什麼 是不是躲貓貓 即是… 即是狼羊那個 對…狼羊 我記不起那個名字 我們知道他們是叫躲貓貓 那個我覺得挺好玩 但前提是要沒有死 但他反而是因為他… 有這樣的掙扎 要犧牲自己 我才覺得好看 即是我喜歡那隻遊戲 否則其實基本上都不是那麼喜歡 但你說如果說智力一點 說… 叫做… 反轉一點 我覺得距離遊戲也很棒 即是… 距離遊戲 跑隧道… 對… 跑隧道… 其實很簡單 大家想得多了 所以才叫過不了遊戲 即是你說 然後第二季 我想是… 就是舉屋那隻… 你當是類似狼羊殺 即是鑑瘡那隻 其實就是… 只不過他多了 豐富一點 就是要看別人背後的位置 看看別人會不會跟你說回 你真實的那個花紋 即是你當其實都是類似… 告訴別人 你要捉鬼的 但只不過鬼跟你混入了一齊 你不知道誰是鬼 其實簡直都是… 都是上入人遊戲 上入人遊戲 還有他玩得很出色的地方就是… 有一頭我都以為是… 那個殺人板的兇手 誰知道原來不是 是… 找殺人板的男子 那條男子才是兇手 然後… 你以為舉屋會死 但舉屋又不用死 即是其實他你當是你自己倒入了舉屋 如果我是這個情況 我會怎樣令我自己不用死 所以我覺得是… 第一季就那兩隻遊戲 第二季反而只有剛才舉屋那隻 舉屋另外一隻就反而… 我覺得… 我的數學不是很好 雖然我沒有那麼喜歡 但也很好看的 當然老闆呢 老闆不喜歡一些… 女生的遊戲 女… 女… 第一季… 第一季就是… 捉迷藏 他又要按鍵那個 有隻鬼在大廈裡… 在樓層裡徘徊 然後那些人也是被人殺的 然後最後揭曉呢 他剛剛才知道… 揭曉原來那隻鬼… 也是在玩家那一刻 有一點點… 惡然的 真的有一點點… 對於在玩那個… 他又是被人迫的 然後在玩別人的… 又是被人迫的 對於兩件事他都是… 都被人迫參與 對於大家以為是有其他人 有其他壞人在那裡 但其實不是 大家都去玩家 那一刻才諷刺 然後第二季的話… 第二季我還是喜歡監獄的 因為監獄的… 有一點點燒老成份 因為如果算數… 其實我不知道他在算什麼 其實我什麼… 對數學真的不太懂 我純粹聽完他的說話 原來是這樣 但如果監獄的… 再想深一層… 其實我自己覺得真的很好玩 是一種心理戰 所以我喜歡… 第二季就是監獄的 我以為你喜歡… 三雅之狗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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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笨了… 其實有點笨… 但其實… 三雅之狗那裡是很棒的 是嗎 因為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那裡是最棒的 如果第二季… 除了剛才你們說的監獄… 監獄的那裡是很棒的 但我反而覺得… 因為三雅之狗的正在… 其實… 遊戲很簡單的 其實就是以前我們小時候玩的… 賣州而已 是啊… 類似吧… 類似賣州… 只不過他加了少許就是… 你握手又會有battle… 其實他這個遊戲本身的性質很簡單 但你也是… 鬥志和銷路都是要… 就是那個技巧都很高 即是有妻子一開始都說… 其實… 你一開始怎樣分配那些分 其實已經很影響到你後面的勝負條件 嗯… 所以我自己就… 其實我喜歡那個遊戲就是… 它是很簡單的 但它那個玩法是… 可以玩到很複雜的 我覺得有點像死神阿經樂那樣 哦 是的 把小孩子的東西變成大人要玩的東西 即是現在變成大人要玩的東西 哦… 而且他也是要犧牲的 即是你想想他們一開始 3P那個位置犧牲了自己有才可以直接… 叫做逼到主角陷入絕境 是啊 如果他不是犧牲一個 他們都不會贏到這樣 他的朋友還要不斷弄斷自己的手 然後還要失血過多死 是啊 真的一定要這樣犧牲才能取得分的 所以我不是就說他其實是簡單得來 但是他的玩法是… 和鬥志的成分是… 即是不宣適於監獄的遊戲 就是有一點潛規則 一開外掛 一弄斷自己的手就可以取得分 但其實他不算是外掛 因為他利用了遊戲的… 你當是… 漏洞… 灰色地帶 是啊 他利用灰色地帶 但問題是你不用… 你又不行 是啊 不過說到我自己覺得… 除了這些之外 其次喜歡他就是… 因為其實他那個還原度挺高 我沒想到尾座木 即是女主角那一部真的可以拍到出來 即是他跑來跑來跳 漫畫一看就覺得… 當然可以啦 就是漫畫 但我真的沒想到真的有人做到這一部 還有我都沒想到他3P真是全裸地走出來 我讓他改的… 他怎樣拍的 蘇蘇竟然不是喜歡這部 我也很惡言 我不是啊 我不是喜歡 但我猜不到竟然第一季 即是你們是選… 即是選那兩隻捉迷廠 即是一隻是大廈 一隻是浪竹 因為我自己反而是… 喜歡第一個遊戲 雖然那個漫畫 雖然那個漫畫是沒有的 但我自己覺得他挺好的 就是他可以一開始就用那個遊戲 告訴你主角就是這麼厲害 即是他在樓下 他從走進去那間酒店 即是那間大廈進去之前 他已經說 又說記得那輛車多長多闊 然後又這樣計算 然後知道原來有多少間房 喂大哥 你正常人 你都不會做到那麼多事情 那一下的路處 但我覺得他就是… 整個遊戲就是靠這樣告訴你 主角就是… 雖然是近路族 但他就是有這樣的厲害 我覺得那個遊戲是做得不錯的 每個人都有擅長的玩的遊戲 花式的嘛 他們是遊戲設定的 那個… 但那個又是… 跟漫畫有點不同 因為… 現在他… 劇裡面他說… 有妻是… 好像說他是煤花的 但其實在漫畫他是紅心 方格… 他說影集是方格 對… 我忘記了… 總之漫畫和劇集是不同的 漫畫是紅心的 男主角 如果漫畫是否會賣隊友的 對… 我覺得他好像會賣隊友的感覺 但他卻做得好像不賣隊友 他又不想賣隊友 他那裡又不可以說他是賣隊友的 因為… 你說了狼羊的遊戲 對… 我覺得他最後也是賣隊友的 其實他不能不賣 對… 因為本身在那一刻 你是… 沒有可能… 因為就算你現在就這樣上網打 其實也有很多人討論 那時候漫畫… 整輯漫畫最爭議性就是這隻遊戲 因為那些人覺得… 為什麼好像是必死的 因為你其他紅心遊戲 其實是有得贏的 但這隻好像是必死的 所以很多人討論 到現在都有人說… 其實是可以說是拆掉那個東西 然後又令到他… 總之很複雜的 但他們有網民拆解到 說是可以… 不是必死 但當然都是網民的推測 就是沒有最後實現到 所以你說是不是買隊友 我就覺得… 他都不能選擇 其實一定有一個不死 只剩下一個就是最慘 對… 但如果你去到那個時刻 你都不能選擇 而且他最後其實… 他有走出來找他的朋友 是他的朋友躲起來 對… 那個位置也是很深 所以其實不是他想賣的 反而他不想自己生存的那個 反而我覺得 他那個… 大吉的朋友死才是無辜 劇水才是最難無辜 對… 不過是沒辦法 他的遊戲就是… 因為我最初看漫畫 我都呆了 你這樣就已經把主角的朋友弄死了 那你後面怎樣 我也在想 跟隨 挺正的 所以第一季我覺得是正的 是真的正好多的 平心而論 沒什麼說的 好…那這些好看嗎 交給下一節說吧 對… 這一節暫時先說到這裡 大概也說了一些感想的東西 下一節就集中說一下 究竟為何第二季被插得那麼厲害 還有整個金制是否難看呢 還是史上最成功的晚改作品 下一節再跟大家說 拜拜 拜拜 拜拜